毛宝放生,白龜报恩 这位好动的年轻人名叫毛宝 练功专研武学是他的最爱 练气必须由内而外 平心尽气运行自如 不为外力所动 哎哟,好动啊 小蝴蝶,你还好吧? 没事就好,嘿嘿,拜拜 运动完了,真舒服,上街逛逛 天年大白龟来了 你一辈子也不曾看过的珍奇异兽 只要五文钱哦 帮你干了炎炎异兽 不枉此生 啊,真有那么神吗 赶快去瞧瞧 哇,还有排队耶 嘿嘿嘿,谢谢大家的捧场 来,请进,请进 乌龟居然有白色的 好大一斤,有几斤重啊 真的有千年了吗 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好可怜的乌龟啊 我得想想办法 诶,有了 大家注意,外面的天空有飞蝶经过 快去看飞蝶才库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 笨蛋,那是风筝 在哪儿 快,我们快溜 嗯,应该够远了哦 你还是快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石光 冲冲如流水 后来 后来,毛宝投校军旅 凭借着他武学 成为基础 与制谋 短短五年间 就当上了大将军 镇守在诸城 突然有一天 敌将石济龙 率兵数万 前来突袭围城 毛宝领兵 因应变不及 瓦不敌咒 作战大败 士兵纷纷逃跑投江 狗贝尼 想不到我毛宝 会有今天 就让我跟随兄弟 慷慨复役 为国成人吧 诶,我不按水性 居然没死 莫非我已练成绝世神功 而不置之 这是海纳百川 这是如来升天 这是金鸡独立 这是牛转乾坤 这是坠卧沙场 嘿,我真是太帅了 哈哈 武林猛组 被我莫属 哈哈 诶,怎么不动了呢 有点怪 啊,不妙 哦,原来是你救了我 好久不见了 武林猛组 还是换你做吧 哈哈 放生就是给悟命众生一个机会 一个重获自由 重拾生机的机会 一个皈依三宝 听闻念佛的机会 你好 你回来 你会讨论